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非常有意见的 我怀疑 好不好 我就是以美论 我不太相信美国会给我们什么好武器 现在果然揭晓了 美国给的不但不是什么好武器 而且真的是一堆垃圾 它里面呢 而且我们 以前我说他们给的都是一些烂东西 我都还觉得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重了 其实台湾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已经收到这一批 所谓的军援装备 那这一些装备呢 三月送来了之后呢 我们四月就提了一份报告 给美国国防部 那么这份国防部的机密报告里头呢 就告诉大家说 这里面有大量的 发霉的防弹板 然后有潮湿涨霉的战术背心 然后还有1983年的270万发的弹药 而且这些弹药因为保存不当 所以呢 有很多受到恶劣天后的影响 有一些潮湿的状态 好 那他们今年四月份呢 就已经提出了这一份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 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是美国大拉拉的写报告 登在他们的新闻稿上面 就美国的监察长 国防部监察长 因为他是一个独立单位 监察长他就真的飞了一趟台湾之后呢 那大家看到那些照片 你就知道说那些潮湿的状态 发霉的状态 他们说基于健康因素 所以呢不建议台湾使用 那台湾花了好长的时间 然后去拆封 重新包装 然后呢并且除湿 然后等等等等 可是即便是如此 今天有军事记者做更进一步的追踪 这一批所有的装备都没有到军中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知道说根本不能用 除了那一些已经发霉的防弹板之外 那些防弹板发霉了之后 你知道 你要知道在台湾除过霉你就知道 那个霉根是钻得很深的 所以要除霉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根部其实已经根深蒂固了 第二个是 它的防弹背心不是东方体型 所以台湾根本没办法穿 没办法达成防弹的作用 所以它的防弹背心根本发不下去 第三个就是我非常熟悉的 270万发1983年的弹药 它同时又遭到了这个水 因为它的包装没有包装好 它有一部分居然是纸箱在包装 你能想象吗 它又碰到了恶劣天后 因为它去年12月底的时候 去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收到加州的空军基地 然后没有很好的保存的情况之下 风吹雨淋送到台湾的时候 隔了两个月才送到台湾 所以你知道那270万枚的弹药 不客气的说 它就变成了不定时炸弹 因为很不稳定啊 我念一条新闻 因为这条新闻是我 是我有感的新闻 去年 去年的7月24号 在陆军六军团 北部的军团叫六军团 六军团的三支部 在基隆一个营区 叫做祥峰营区的弹药库 去年的7月24号呢 当地的弹药库里面的阿兵哥 在清理旧的腰两 腰两洞的破极炮的弹药的时候 结果呢炸了 对 炸了之后呢 一共一共9个士官兵的轻重伤 其中呢 有两个官兵的手炸断 就重惨 那这旧弹药 腰一两洞破炮就弹药 因为我自己是是是这个就是冰冰淇淋的牌长 腰两洞八一炮跟跟跟腰一洞六炮 我是腰洞六炮牌长 对这种的弹药呢 我们本身其实熟悉度是够的 连这种台湾现役的 现役的破炮的弹药 都会呢发发生了这种在处理过程当中 连你专业的在处理自己的弹药 他们说呢放在放在那个仓库里面 因为基隆很很潮湿嘛 那个架子呢都压垮了 所以弹药呢就就跌的压压压击在上面 他们要把那个弹药清走 清走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爆炸 那美国呢这这批弹药的可恶在于 就是说前两年的时间 连续两年的时候呢 他们说对台湾无偿军院 然后就是伍特送给你 而且呢他他说呢 告诉你这个是呢 从二战之后啊 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因为因为要把很多的弹药 要援助一些呢 在美国不参战的地方 但是美国要表达对某些国家的支持 美国呢在二战的时候通过了一个 一个一个法案叫做叫做呢 国防租借法案 这个租借法案就说 哎我不是送给你啊 我是租的租给你啊 这弹药呢就送到你那 武器呢也送到你那里 那打仗完了 你有时间就慢慢还吧 虽然有很多呢 后来也也没有还 不过他就是用用用这个租借法案 他在当时前两年 如果你回你回头去看 你带到网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他给台湾的是什么无偿军援 美国的国会呢 是敲锣打鼓的说呢 这这个是呢 引用了租借法案 台湾其实也敲锣打鼓啊 所以这代表了美国 支持台湾的决心啊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奇 我我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都还谈过 我我我说台湾是缺钱吗 就就就是你知道 不要钱的东西最贵 对 那个时候我们就都说 台湾是缺钱吗 台湾台湾已经付了 你这么多钱买 买的装备 你都没有给我们 然后你说你要 无偿军援我们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你到底军援什么呢 就是台湾需要的东西 我们都付了钱了 结果呢 你交货 待会儿呢 奉献会来讲一些 那个呢 交货呢 之慢 完全不符合台湾 现在的需要 更何况呢 上上礼拜呢 台湾的军方 赖心的政府呢 才宣布 连本来呢 明年呢 明年第一艘呢 要下水 要服役的呢 这个浅浅舰 起码要延后五年以上 五年我告诉你 我都还是悲观了 因为这个浅舰呢 只有屁股沾到水而已 一沾到水呢 就马上起来 都还没洗洗干净了 又拖到船屋里面了 可是美国在前两年 台湾的就说呢 包括一些的绿色的媒体 这件事情 你回头去搜搜新闻 你看看绿色媒体 当初呢 是怎么谈的 你看看台湾军方 兴奋的不得了 说这不用买哦 人家要送我们哦 这是呢就用租租借法案的 坦白说那时候很多军方将领都忧心忡忡 对我们不知道他要送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的经验知道那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对我们这样说好吧那那总不至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吧 我们起码觉得你要送人家的东西 我在譬如中秋节至少可用吧 中秋节到了我要我我如果要一样要去乘陈凤欣家去喝 发霉的月饼 我就说我要我要我要带给带给陈凤欣的伴手礼 我起码总总总不能过期吧 我说过一天或者说呢当当天呢就到期的 我都不好意思送啊 陈陈凤欣的这种个性一定要打开赶快看啊 看这是不是新鲜的有没有发发霉啊 就好像这么可恶 然后呢大家还敲敲锣打鼓的说呢台美关系呢有多好多好 送给哎那个是我念大学时候的东西啊 他都已经这么老了我我都已经看看快忘了 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念大二的时候 我到底在这在干嘛呢 那是那一年生产的东西啊 经过了三三十几年之后呢才是快四十四十 四十二年四十一年 我应该成一九八三年我要诚实一点 并不是三十几年 其实是四十四十年 四十年还是还搬来台台湾 你知道这种的就是把垃圾 而且是有有危险的垃圾呢丢到台湾要谈出你认为台湾会用吗你美美国人难道不知道这弹药第一个你你不会用第二个你丢到台湾台湾也不可能用那你丢给台湾干嘛呢你就是把呢危险的废弃物就这样的医院里面的医疗废弃物只能够用烧的你甚至呢连要交给呢这些经营公司呢都比较特殊规格你交给台湾干嘛呢那两百七十万的弹药其实要销毁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危险啊对啊对啊过程都非常的危险 对就是这么就这么烂而而且我有很多的弹药我都怀疑现役的装备还能能不能用嗯以你以你四十几年前的话呢台湾也有这些古老级的有但但是但坦白了我说像腰像腰两栋要腰两栋现役的因为在外岛还你还是看到一些腰两栋的在在海海海巡的海巡特别像南沙太平岛当中的腰两栋仍然是海巡很重要的装备他作为迫极炮的这种的可以大概两两千公尺的射程 可是这种弹药台湾连腰两栋炮自己呢都已经很谨慎的你用这么旧的这种的炮弹送来台湾我觉得可恶的是说要不是这些东西曝光了这个新闻曝光了大家都还都还沉沉浸在那种美国对我们的爱里面嗯我们都还就这样子就算甜甜蜜蜜的就说他对我真好他送我这么多呢他心爱的东西把好东西在这都送我们而且不要钱那你过去讲不要钱的时候我也我也觉得说对啊 我一直认为你里面一定有什么政治的阴谋台湾又不是买买不起那台湾台湾去台湾光是八月份对美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七十几啊台湾的又不是没有钱你问他送我呢美美国是什么多少钱的要钱的东西他会送你吗你看过美国干这种事吗没有吧结果呢他竟然送我们结果是送这种的东西 而台湾的军方竟然竟然说完全隔了这么久大家才是因为美国自己把他当成新闻这样是美国发的哦对跟刚刚的就说这个的九九七零一样是美国发的美国美国中央台湾真的不知道啊对就说美国美国美国发的大概我猜想可能有人去反应反映到他们说说就对了这个对对自己朋友怎么好意思呢如果真的当当朋友你怎么会把这种东西送给人家呢 不过这个是不要钱的对不对那要钱的我们当然就扎扎实实的付钱了现在最新的消息因为我们其实从二零二零年开始编列特别预算去购买战机六十六架的F16V这对台湾来讲当然现在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你知道飞机其实青黄不接的状况非常的严重这六十六架的飞机呢二零二零年开始付钱原定是说从二零二三年就是去年 的九月交第一第一批然后呢一路的交到二零二六年好那就好那需要时间嘛二零二三到二零二六年去年二零二三年说因为这个乌克兰战场啊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设备啊都没有办法供应啊来不及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呢就延宕一架也没有于是呢美国就换了两位专案经理人 嗯台湾也换了这里联络啊台美之间的联络官嗯所以双边都换了人哦重新去监督这个案子哦原定是说这个月就要交付第一架 现在又说不行嗯交不出来所以要等到年底年底交不交的出来呢空军说我们会争取美国交机给我们嗯我们会去争取争取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可是我们已经付了一千两百亿嗯而明年还要再付四百七十二亿而且我们明年的四百七十二亿我们没有看到飞机也要付哦嗯 你不能停付哦就这整个合约的规定当中没有规定说你按你的工程款然后我来付款没有嗯他只有按时间我们就是要付款那至于他延后交屋这些延后交飞机这件事情有没有法则没有任何法则所以我们整个整个飞机的采购两千四百七十二亿我们已经付了一半明年还要付四百七十二亿嗯然后现在从二零二三年九月一 应该要交的飞机到现在一架都没有嗯F16V当然我们台湾也已经帮他做宣传啊做做做做各种的包装也已经非常久了但是第一个对美国来讲第一个美国的美美国交付这些的军火的速度不止是不按照的订货者所需要的骑程同时呢如果 他唯一唯约了没有罚则以外如果他没有办法交货可是你已经付了钱怎么办他他会把钱再退款给不不会他会说钱就不退了那过一阵子你如果想买什么时候那就用用这笔钱节目放我这他从来不都不退款他不退款他绝对不会再卖你别的东西他是说我会派一批人来帮你训练他他他就用各种方式呢就把这笔钱呢就把他消化掉对就是总而言之呢 没错如果他没有交货给你你也就不要期待呢他这会再有货了他就是用其他的明目把这笔钱呢就把他消耗掉他只考虑到他本身的会计账只要他他会计账的能够打平了就是呢这笔账呢没有没有挂在那个地方好像欠台湾一笔钱他能把这边上打打掉了就好他完全是呢他自己的国防会计考量他根本就不在乎呢你台湾的当初呢你到底是跟他怎么谈着的怎么签的那F16在这个时候 然后呢其实其实是尴尬的为什么这时候谈F16除了他的交机呢铁定会延后以外已经延了对他第一低价呢都交不出来一年了对就就网就在再往后延之外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时候提是因为上个礼拜换换相掉一家换换相大家都知道换换相已经停产了换相两千五已经停产连法国都已经法国在二零一九年停产二零二二年法国已经正式除役了 就是他他只会只会退一波不会再增加了所以以台湾现在的主力战机来讲换相的是调价少一架而且妥善率会持续的往下走你不可能再买到法国新一款的战机以今天北京的跟巴黎这之间的关系之好的情况来看的是不可能的好那 那在没有了幻象的情况下面现在的F16V虽然同样叫F16可是台湾是有想要把F16V因为他现在的战力啦续航啊各各方面他呢比传统F16是升级的 用F16的相当程度来可以来顶一下呢幻象两千五所留下来的空白接下去的波音当就积极的在推销F18 F18对台湾来讲我我认为台湾军方是来考虑的啦因为F18的他的航母上面使用他的起降跑道短对台湾是不是比较需要F16的起降跑道比较长啊比F18长那战争一旦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跑道一定都会被炸台湾的跑跑道大概都会被被炸包括高速公路对你在山洞里面的飞机如果你需要比较长的跑道起飞啊大概都非常的困难没错所以F18是有机会的但是F16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掉的话 幻象所以他就说那我们的战机怎么办当然就那我我我有买呀可是买的时候他又交不了货 你看到不管是F16V或者是呢浅舰现在呢都是在一个地盐的状态由于尤其他在关注的就是F16到底第1次他能不能够经得起一场比较严酷的战争的考验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他已经掉一架 他那架呢是被自己的防空飞弹打打掉的那你说被防空被自己的防空飞弹打打掉的那不算算我告诉你就是他在告诉你就说你的那个联系有问题就是他不只是他们的他们自己的指管通行的联系有问题而是F16是很容易被飞弹打掉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我防空系统对如果今天是乌克兰防空系统能够对付自己的F16你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对对付不了你吗 所以F16呢在这场的战争那还没有开打他的神话就已经破了那如果说乌克兰的F16呢不怎么管用那台湾的F16呢这些呢都都是接下去全世界在持有F16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急得要升级F35除非你买到F35否则现在的F16要在两岸的军事冲突设想当中的两岸的军事冲突当中要取得上风我认为困难度是很高的 美国会送我们垃圾嗯美国我们付了钱买的飞机叫不了飞机可是你会发现美国的政客每一个口口声声都要我们增加军事预算对要帮助啊这就是台美之间的现实